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洛杉矶湖人迎来太阳队的挑战 这场比赛也是自145天内双方第六次交锋 前无资太阳队均以胜利告捷 而这次湖人队以全主力出战 作为常规赛双方第一次碰面 能否复仇太阳队呢 首节比赛湖人将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 而第二节的突然崩盘 龙梅格与霍华德替补席上的内红大打出手 仿佛一切事件都在朝着不良的方向发展 最终湖人又一次输球了 近11场比赛中 湖人队难求一胜 而这11场比赛包括上赛季季后赛 本赛季季前赛与常规赛 湖人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输给勇士 不敌太阳 湖人历史上首次开局连续两个主场输球 所谓的三巨头遭遇舆论的压力 微少无法适应湖人队的节奏 通过两场比赛分析 面对勇士对当占美组合合力砍下 接近70分下 没有第三得分点 不具备外线投射能力的威少 在场上的作用还不如萌克 第四节被勇士完成大逆转 让对手得到121分 乌格尔赛前提倡的防守荡然无存 如今面对太阳队 湖人全场让对手得到115分 除了首节占据领先优势 其余三节均被对手压着打 而太阳也保证在145天内 对于湖人队的六连胜 保罗所在的太阳队成为詹姆斯新的克星 零胜二负联盟垫底 这是一支展望总冠军应该有的表现吗 两场比赛湖人场均失分118分 行员迟迟无法融入球队 而浓眉与霍华德内讧的局面 彻底打破沉寂许久的声音 湖人是否该考虑交易为少呢 球队开赛联败 对于湖人来说是一个坏的信号 要知道湖人这两场败仗 都是输给西部的直接竞争对手勇士和太阳 这体现湖人的困境 在能打进季后赛的前提下 未来会继续碰面和勇士和太阳 湖人已经处于西部竞争里的弱势地位 和修赛期组建三巨头的势头完全不符合 算上季前赛 这支湖人自修赛期组建以来 已经遭欲罢连败了 如何止住这个颓势 是湖人目前最大的任务 如果一直输球 不排除会筹备一些新的交易 毕竟湖人最怕的就是浪费詹姆斯的巅峰 而会进入交易绯闻的球员 无疑是微少 加入湖人至今 他一直饱受争议 失误多 投篮差的缺点在湖人对内无限扩大 节目战打勇士仅8分5篮板 正负值是惨不忍睹的负二十三 和太阳这一场 数据有所提升 达到十五分十一篮板九助攻的准三双 但投篮还是仅有十五中六 很显然微少暂时没有起 提升湖人一个档次实力的水准 这和他四千万年薪的巨型地位是不符的 本赛季湖人队的表现很糟糕 当下唯一最大的收获 就是来自小将蒙克的表现 开赛后湖人就遭遇伤病危机 阿里扎 南恩 蒙克 贝兹莫尔等先后有伤病 这一位沃格尔带来阵容不确定性 从上个赛季与这个赛季相比 卡罗索 库兹满 哈雷尔等人的离队 来到新东架后都打出了现象级别的表现 而这批新元在湖人队始终找不到状态 如今沃格尔不仅要应对伤病与赛程 也要应对外界的舆论压力与内部的矛盾 他已经够难了 这锅不应该甩给沃格尔 球权分配始终是湖人无法解决的点 北京时间10月23日 湖人队主场以105比115不敌太阳队 遭遇开季两连败 湖人队仍在努力磨合阵容 主帅弗兰克 沃格尔海在队阵容进行调试 此一面对整体性更好的太阳队交了学费 比起输球 湖人队此一最让人揪心的是出现内讧 农梅格安东尼 戴维斯 和魔兽德怀特 霍华德 曾在比赛中发生冲突 所幸队友和教练组成员及时将两人分开 在比赛第二节 当时胡人队喊出暂停 农梅格和霍华德一同下场 前者在霍华德身后呼喊 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走向替不息 两人之后发生了激烈争吵 农梅格甚至还动手推了霍华德 好在队友和教练组人员迅速将两人拉开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之后进行一番平静的交流 小将敦布亚还面对镜头卖萌抢镜 而且沃格尔这期间脸上带着笑容 看起来胡人队的氛围并没有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 在比赛第三节开始前 农梅格还与霍华德互是友好 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于这场冲突 外界都很关心当事人的表态 两人赛后也都接受了媒体采访 农梅格赛后透露他与霍华德争执的原因 在约一次防守挡拆时的轮换 不过两人在中场休息时就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没事了 我们两个都是想要赢球的家伙 这件事我们已经翻片了 其他人想怎么看这事都行 我们已经在内部处理好 农梅格说道 在冲突发生后 霍华德整个下半场就没再获得出场机会 不过他在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与冲突无关 霍华德表示冲突来源于 他们在场上有一些分歧 他们都强烈想要赢下比赛 但他们很快就和解了 我俩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 他农梅格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队友 这就是我告诉他的东西 霍华德说道 我对他说 不管怎样我都会支持你 我也会倾其所有让球队赢球 他也说了类似的话 所以我们没事 没必要把这事闹大 霍华德强调自己不是在惹麻烦 这支球队每个人都知道他每晚贡献的能量 无论是在场上还是板登席 我也不会改变 我会一直保持向上 我也会一直鞭策我的队友 我不允许任何人扰乱我们的关系 霍华德表示 很显然 霍华德这番回应凸显大度于成熟 他不希望外界将这件事放大化 也不希望外界扰乱他与农梅格的关系 为这支球队争惯埋下隐患 很多球迷之言 如果霍华德年轻时有这样的心智 他或许能取得更高的成就 霍格尔对于球队这次争执看得很开 他表示球队彼此有爱 霍华德跟农梅格只是沟通出现无解 在球队大比分落后时 球员之间的交流难免会变得很激烈 但宁愿球员彼此在沃尔菲相互冷落 他们没问题了 他们是兄弟 我们内部已经解决了 沃格尔说道 对于霍华德下半场没出场的情况 沃帅直言球队只是在尝试不同的阵容 试图扭转战局 这与冲突无关 作为一支支在夺冠的球队 胡仁队出现这样的内讧确实很不应该 这支球队得高望重的老将众多 他们需要采取更好的沟通方式 新赛季才刚开始不久 希望这次内讧 不会给胡仁队带来其他负面影响 他们需要继续调整 迎接漫长赛季的挑战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砍球也 咱们下期再见